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间故事 盲人算命见富翁 就说你今夜必死 三年后一顿晚餐揭开谜团 山西大同府南城的赵元外死了 赵元外可是个好人呀 平日里修桥不路 街际乡民 乐善好施 是出了名的大善人 他虽已过不惑之年 但身强体贱 无疾无痛壮硕如牛 为何会在一夜之间一命呜呼 不要说在衙门里当差的周三虎了 就是普通老百姓都觉得蹊跷 听到这个消息后 周三虎连早饭也没有吃 就急匆匆地来到了赵元外家 来到赵家时 门口已经挤满了钱来看热闹的人 这其中 既有赵元外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也有竞争对手 还有众多得到过他帮助的普通百姓 甚至还出现了十几个叫花子 但不管是谁 众人脸上都是一脸悲怆之色 线周三虎来了 众人连忙闪开一条道 院子里 灵堂已经搭设好了 此时 赵元外的小妾刘氏正跪在上位盖盖的棺材旁 撕心裂肺地哭喊着 当家的 你为何披下我一个人走了 剩下我孤身一人 这可让我怎么活呀 快步来到棺材旁 周三虎伸出脑袋 朝着躺在棺材中的赵元外看了过去 看着躺在棺材中的赵元外 周三虎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瞬间就失声痛哭了起来 周三虎二十五岁 七岁那年 流浪到此地后 被赵元外收留 在赵家待了八年后 周三虎十五岁那年 赵元外托关系找门路 将他送进了衙门 当立临衙役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赵元外就是周三虎的再生父母 安人去世 周三虎能不伤心吗 二娘 我义父他是怎么死的 强忍着悲痛 周三虎冲住流石问道 这流石并不是赵元外的原陪妻子 赵元外的原陪王氏 在成婚仅仅半年后就因病去世 因两人感情至深 王氏去世后 赵元外便没有续嫌另去 直到去年 在众人的劝说之下 赵元外才将流石娶进家门 流石是个外地人 孤身一人来此地寻亲不成后 虽有了轻生的念头 正巧被路过的赵元外救下 为了报答赵元外的救命之恩 流石便以身相许 在流石没有进到赵家之前 周三虎一有空就会来赵家陪赵元外解门 单子从流石进门以后 周三虎来的次数就少了 仅仅三天没有见面 两人就阴阳相隔 你说周三虎能不悲伤吗 在流石断断续续的讲述中 周三虎终于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昨天 闲来无事的赵元外在城内闲逛 走到城门附近时 忽见不远处 里里外外围了一堆人 所以和旁边的一个老头打听了起来 张老爹 前面发生什么事情了 怎么围了那么多人 张老爹回道 赵元外 那是个挂滩 三天前就在那里了 说是从什么山上下来的高人 算过挂的人都说挺灵验的 听了张老爹的话 赵元外微微一笑 随即朝着挂滩走了过去 见赵元外来了 人们纷纷给他让出了一条道 有的说 赵元外 你也算上一挂吧 我刚刚算了一挂 你别说还真挺准 有的则说 赵元外还用算吗 一看就是大富大贵之人 大善人肯定会有好报 说话中间 赵元外已经来到了挂滩前 算挂的是个大约三十多岁的年轻男子 在他背后立着一根白帆 上写短短竹签短胸脊 寥寥同前换心安 现男子这般年纪竟敢口说大话 赵元外不由得来了心智 所以坐到了挂滩前 赵元外尚未开口 一旁就有人说道 算命的 这位是咱们这里有名的赵元外 你可得给他好好算算 算命先生并没有理会那人 而是朝着赵元外的脸上仔细看了过去 看着看着 算命先生的脸色变了 见算命先生神色有异 赵元外的心顿失旋了起来 刚要开口发问 却听算命先生说道 抽一支签 怀着疑惑的心情 赵元外抽出了一枚竹签 带到算命先生看完挂词后 他一边摇头一边叹气说道 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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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完这三个字后 算命先生竟然收拾起了东西 赵元外连忙问道 先生 你这是何意 令赵元外大为疑惑的是 算命先生并没有理会他 而是继续收拾起了东西 这一来 赵元外更加心急了 先生 你倒是说句话呀 这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算命先生看了赵元外一眼 随即在他耳边轻声说道 这里不是说话之所 你还是跟着我到城外再说吧 说完 算命先生便出城去了 众人见得这般甚是疑惑 就要将他拦下来问个明白 赵元外连忙说道 各位 算命先生有话和我单独说 主委还是散了吧 对着众人说完后 赵元外便跟着算命先生来到了城外 来到一处无人所在 两人停了下来 刚停下 赵元外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先生 我这人大风大浪陷得多了 有什么话你就明说吧 算命先生说道 元外 实不相满 我见你面带利器 双目无光 印堂发黑 今夜必有血光之灾 轻则破些钱财 重则人财两亡 听算命先生这样说 赵元外顿时备下的魂不附体 连忙说道 可有破解之法 算命先生摇了摇头 现算命先生这一般 赵元外急了 连忙哀求着说道 神仙 求求你救救我吧 你一定有破解之法 你说吧 要多少钱 算命先生低头寻刺了一会之后 叹气说道 爸爸爸 你我遇到及时有缘 我就帮你一爸爸 至于钱嘛 我一个方外之人 要能磨多钱干什么 你还是留着做些善事吧 听了算命先生的话 赵元外不由得长长地出了口气 随即又对他高看了几分 算命先生从怀中拿出一个三寸长的主观说道 施主 今天夜里临睡时你将这个东西放在床尾 即可安心睡去 结果竹筒 赵元外疑惑地问问道 这 这是何物 天机不可泄露 记住了 我给你的这个神物切不可对外人提起 否则就不灵验了 说完 算命先生就扬长而去 赵元外生性胆小 有了这档子时候更加吓坏了 失魂落魄地回到家里后 便躺在床上长遇短叹 刘氏健壮便问起了原由 赵元外随即将遇到算命先生的事情 全部说了出来 唯独将主统的事情隐瞒了下来 刘氏听后 也觉得他是小题大作 虽出言安慰 不知不觉间 已到晚上 三更十分 赵元外只觉一股睡意袭来 随即将竹筒悄悄拿出 放在了床尾 随后便安心睡去 睡到半夜 我突然听见他大叫一声 当我来到屋里时 却发现他已经大汗淋漓 不能言语 仅仅过了一盏茶的功夫 他变弃绝身亡 今天早上 我早早地就报了官 官府差人查验之后 说他是被毒蛇咬死了 刘氏哭着说道 听了刘氏的话 周三胡指头陷入了沉思 赵元外身子骨还挺阴朗 为何一夜之间 就会命丧黄泉 那算命先生 又为何会知道 他有血光之在 难道他真的能掐灰算吗 他又是何许人也 毒蛇 自己来到大同府 已经十多年了 从未听说过 有毒蛇商人 这毒蛇是从哪里来的 为何会出现在 赵元外的房间 就在周三胡在那里愣神之际 一个木匠走了过来 要将棺盖钉死 周三胡见状 连忙将他拦了下来 慢 我义抚他死得蹊跷 这棺材不能钉死 献周三出面阻拦 刘氏便冲着他说道 三胡 你这是干什么 人家衙门已经来人 看过了说你爹是被毒蛇咬死的 你为何还要节外生枝 二娘 这大冬天的怎么会有毒蛇出没 再说了 那算命先生说我义父这几天有血光之灾 当天夜里他就被毒蛇咬死 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 听周三胡这样说 那刘氏也不知如何作答 随即低声抽气了起来 周三胡县人群当中有几个鸡尾熟识之人 随即将他们叫过来吩咐道 各位 我义父对我恩重如山 如今他死得不明不白 我不能不管 未经之计 只有找到那个算命先生 才能解开所有谜团 我暂时先拜托各位 在此看守好师生 免得让人动了手脚 我先去找找那个算命先生 那几人平日里也曾受过赵元外的恩惠 见赵元外一夜毕命 也深感同情 随即满口 答应了下来 离开赵家后 周三胡先是找到了 昨天在挂滩上 见过赵元外的那些人 仔细打听了一番 那些人和刘氏说的丝毫不差 周三胡随即在城里打听起了算命先生的下落 但令他失望的是 那算命先生就像是蒸发了一般 消失不鲜 转眼间 三天时间已过 周三胡虽说对赵元外的死心生疑虑 但他却无法提供足够多的证据来证明赵元外是死于他人之手 虽心有不甘 却又无可奈何 赵元外安葬之时 周三胡披骂带笑 哭得像各类人似的 众人看了都唏嘘不已 随着时间的推移 赵元外的事情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事件 但周三胡却并没有放下警惕 这一日 周三胡和一个名叫李四龙的牙医正在班房中喝茶聊天 聊着聊着 两人不觉间聊到了赵元外的身上 一说起赵元外 周三胡就又哭了起来 正在这时 捕头陈子海走了进来 献周三胡这般 陈子海连忙问道 三胡 你一个大男人家 呼呼啼啼 成何体统 传出去不怕人笑话吗 李四龙连忙说道 头儿 要说这三胡也真是个重情重义之人 赵元外已经死了一个多月了 三胡一提起 他还是忍不住 哎 听了李四龙的话 陈子海连忙劝起了周三胡 在两人的劝慰之下 周三胡渐渐止住了哭声 这时 陈子海说道 三胡 不要说你了 就是我一个外人 都觉得赵元外的死有些蹊跷 不过 赵元外确实是死于毒蛇口下 那天我还在他身上发现了两个牙印 武座干着一行多年 他是断然不会出错的 唯一让我疑惑的是 那毒蛇是如何进到屋里的 毒蛇又从何而来 陈子海话音刚落 李四龙就接口说道 头儿 你说那算命先生真的能知人生死吗 听旁人说 算命先生陷到赵元外之后 当即就变了脸色 在赵元外抽完签后 他就一声不吭地拿起东西就走 刘氏也说赵元外曾经告诉他说 算命先生算到他这几日有血光之灾 要是这样的话 这人也太神了吧 陈子海低头寻思了 一番之后问道 三胡 你不是一直在暗中打听 那算命先生的消息吗 怎么 有什么发现没有 周三胡叹了口气说道 没有 自从那天之后 他就没了踪影 这方圆十几里地 我能找的地方都找过了 却一无所获 算命先生是个关键者莫错 但他为何要这样做 即使那则是算命先生 施法弄到赵元外房间里的 但他为何要那样去做 赵元外这个人 咱们也都知道 他善良厚道 从未得罪过什么人 仇杀的嫌疑 基本可以排除 杀人动机无非就是情 仇 才三样 未仇杀人 既然可以排除 那剩下的就只能是情和财了 三胡 你和赵元外走得近 听说过他有这方面的事情吗 陈思海说道 周三胡想都没想就突口而出 我义父洁身自豪 断然不可能做出令人所不耻的事情来 我觉得这个理由也能排除 既然情和仇能够排除 那剩下的就只能是魏才杀人了 只不过 赵元外与那算命先生素不相识 即使赵元外死了 他那万贯家财也轮不到算命先生呀 他为何要这样做 陈思海说道 听陈思海说完 周三胡和李斯隆都陷入了陈思 就在这时 陈思海猛然肩拍了一下大腿说道 莫非莫非什么 周三胡急切地问道 这还不简单吗 要是那算命先生真的就是杀人凶手 他一定有办法能将赵元外的万贯家财弄到手中 但你们想想 他一个外人如何下手 除非他有内应 陈思海说道 内应 对 三胡 我看你是太着急了 你的两只眼睛只顾着算命先生 却忽略了赵家上在的人 你想想看 赵元外死后 他的万贯家财究竟会落到谁的手中 这还用问吗 肯定是刘氏 说到这里时 周三胡顿时睁大眼睛疑惑地问道 你是说刘氏和那算命先生是一伙的 他们设计致死我义父 然后再想法子将他的万贯家财弄到手 没错 就是这样 好你个刘氏 你不知恩图报 反而设计谋害亲夫 真的是罪该万死 我这就将他碎尸万断 说完 周三胡拿起刀子就要去找刘氏拼命 三胡 你这是干什么 咱们说了这魔多不都是猜测吗 亏你在衙门干了这魔酒 怎么连这也不懂了 陈四海陈生说道 那怎么办 难道 我就眼睁睁地看着那刘氏逍遥法外吗 周三胡绝着嘴说道 你别着急 这些日子 你就盯着刘氏 看他和什么人来往 但切勿轻举妄动 一旦打草惊蛇 再要抓住他们的把柄 可就难了 陈四海吩咐道 听了陈四海的话 周三胡连连点头大影 随即转身出了班房 在赵家门口 暗中观察了起来 但令他失望的是 一连观察了十几天 那赵家却没有丝毫动静 除了几个仆人进进出出外 刘氏始终待在家中 不肯出门 见状 周三胡不由得有点着急了起来 这一日 三人又坐在了一起 聊了一会天后 李四海说道 头儿 我这里倒是有个消息 不知道有没有用 什么消息 周三胡和陈四海异口同声地问道 是这样 我有个亲戚 是赵元外家的一个仆人 昨天我见到他实现聊了一回 从他口中得知 他已经被刘氏清退了 据他说 赵家现在除了两个刘氏进门后 新进来的仆人之外 其他原来的人手已经都被他赶出家门了 李四龙说道 听了这个消息 周三胡和陈四海都是已经 刘氏到底要干什么 思量了片刻之后 陈四海对周三胡说道 三胡 我看你还是去一趟赵家吧 去探探刘氏的口风 不过一定要控制情绪 千万不能打草惊者 听了陈四海的话 周三胡随即马不停蹄地来到了赵家 来到赵家时 刘氏正和一个名叫崔老三的男子 在屋中交谈 周三胡认得崔老三 此人是个房牙房产中介 献周三胡来了 崔老三和刘氏草草地说了几句话后 便离开了 三胡 你今天为何有空前来 刘氏问周三胡 也没石磨事情 我义父他走了好一段时间了 我就是前来看看二娘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 对了 那崔三狗前来所为何事 难道二娘你计划卖房子吗 是这样 你义父在的时候 原先租房子的那些人还算客气 可他一走 他们就变了脸 见我是个女人家 就想赖着房钱不给 这不 我已经上门催过好几次了 他们不是说没钱就是推三阻四的 听刘氏这样说 周三胡不由得火冒三丈 随即就要找那几个住户理论 刘氏却将他拦了下来 算了吧 我一个女人家 反正也用不了那么多房子 还不如卖了省心 听刘氏这样说 周三胡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又聊了一会之后 周三胡便离开了 回到搬房之后 周三胡便对陈子还说道 头儿 我刚才去了一趟赵家 除了见他准备卖掉多余的几出房子来 其他的并无异常 卖房子 陈四海若有所思地说道 过了一会之后 陈四海说道 三胡 这几天你可得把刘氏给我盯紧了 我估计他这是要跑路 听了这话 周三胡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 随即赶紧辞别 陈四海又来到了赵家 五天后 周三胡先有几个陌生人 从赵家走了出来 心中顿感不妙 所以上前打探 待问清楚之后 他傻眼了 赵家早已换了主人 那刘氏已于三天前搬走了 听到这个消息 周三胡犹如五雷轰顶一般 将这个消息告诉陈四海后 陈四海也倒吸了一口凉气 三胡 这也怨不得你 你又要当差 又要盯哨 一个人能有多大精力 也难为你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 这几天你就没发现什么异常吗 陈四海问道 周三胡叹了口气说道 异常 你这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 前天午后 有三四个人提着一个柜子 从赵家出来 当时我还特意问了问周边的人 人们都说刘氏 因为家里的柜子 救了想换个新的 听人们这样说 我也就没在意 现在想来 估计那刘氏是藏在柜子里面跑了 唉 都怪我 县周三胡在那里 一个劲地埋怨自己 陈四海连忙劝慰起了他 三胡 你也别太自责了 刘氏悄无声息地没了踪影 不正说明 咱们的猜测都是正确的吗 他要是心里没有鬼 为师母要选择这样的方式 从赵家出逃呢 他这样一来 越发证明他自己就是和那算命先生是一伙的 正是这两人内外勾结 才将赵园外置于死地 有道士 天望挥挥疏而不漏 人只要犯了罪责 迟早要遭到律法的严惩 听陈四海这样说 周三胡的心中 才稍微好受了一点 转眼间 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年 这三年里 周三胡虽说也曾想方设法 打听算命先生及刘氏的下落 但两人就如同泥牛入海一般 没有任何消息 这年冬天 因为一桩案子 周三胡来到了离家三百多里外的一座小县城 因为到达十天 已经黑了 周三胡便先在一间客栈里住了下来 计划明天早上再去办事 因为急着赶路 身心俱疲的周三胡连晚饭也没有吃 便回到房中躺了下来 二更十分 周三胡突厥腹中饥饿 所以起床准备找点吃的 就在他起身的那一刻 突然间敲门声响了起来 谁 周三胡沉声问道 我是厨娘 这位客官 我家掌柜的 现你晚上没有吃饭 怕你腹中饥饿 所以给你准备了一碗米饭 一个女子回到 听了这话 周三胡不由得一阵安息 这掌柜的真会做买卖 难怪人家会发大财 把门打开后 一个三十多岁面带七容的中年女子 端着一碗米饭和两盘小菜走了进来 将饭菜放到桌子上之后 那女子并没有走 而是在一旁等了起来 看着香喷喷的饭菜 周三胡不由得咽了咽口水 正要下手吃饭 却发现没有筷子 正要开口发问 却见厨娘一个劲的 朝她几眉弄眼 就在周三胡疑惑之际 厨娘快步走到桌边 伸手沾了点水 在桌子上写了一个毒字 看到这个字 周三胡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 在看厨娘时 厨娘又朝着她摇了摇头 看到厨娘的举动这般怪异 周三胡顿时明白了过来 周三胡一边将饭菜倒在地上 一边大声说道 哎呀 真像 听周三胡这样说 厨娘的脸上顿时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又待了一会之后 厨娘端晚离开 厨娘走后 周三胡随即坐在那里寻思了起来 是谁要在我饭里下毒 那厨娘又是何人 她为何要救我 就在她苦苦思索之际 门外突然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听到声音 周三胡的心猛的一紧 随即赶紧躲在一旁 悄悄看了起来 片刻之后 门被推开了 紧接着 一男一女走了进来 待周三胡看清楚这两人时 他惊呆了 算命先生和刘氏 看到这两人 周三胡瞬间暴怒 轮起钢刀 就朝着两人砍了下去 算命先生和刘氏 还以为周三胡已经身重剧毒 压根就没想到他还活着 猝不及防之下 两人被双双砍倒在地 见两人已经没有了还手之力 周三胡这才住了手 随即将两人捆了起来 就在这时 那厨娘也走了进来 现周三胡安然无恙 厨娘这才长长的出了口气 从厨娘口中得知 这家客栈就是算命先生和刘氏所开 周三胡刚进客栈 刘氏就认出了他 刘氏已为事情败露 当即就和算命先生商量 要将周三胡杀人灭口 那厨娘本姓张 半年前和丈夫来到此地谋生 谁知仅仅过了半个月 丈夫就身染重病 为疗给丈夫治病 张氏便问刘氏 借了点钱 钱花了 但丈夫的病却没有治好 为了还债 张氏便留在客栈当了一名厨娘 这天晚上 刘氏找到了张氏 说只要在周三胡的饭里下毒 就可让他离开此地 被逼无奈之下 刘氏只好答应 来到周三胡的房间后 刘氏幡然悔悟 随即悄悄地救下了周三胡 从算命先生和刘氏口中 周三胡这才知道了赵元外死的真相 原来这算命先生和刘氏早就是两口子 两人一直潜注坑蒙拐骗的勾当 打听到赵元外孤身一人之后 两人便将目标对准了他 刘氏编造谎话片取赵元外的同情后 为了能将赵元外的家产悉数收入囊中 算命先生便假装给赵元外 算命将一个竹罐给了他 看到这里 你或许明白了 竹罐里面装的是一条毒蛇 那天夜里 赵元外将竹罐放到床尾后便睡住了 在他睡着不久 刘氏便悄悄地进了他的房间 将竹罐打开了 毒蛇爬出来之后 刘氏便拿着竹罐先行离开 等毒蛇将赵元外咬伤后 刘氏再次进入了赵元外的房间 那毒蛇虽小 但毒性极为厉害 没过多久 赵元外就一命呜呼 赵元外死后 他的家产就全部落入了刘氏的手中 随后 刘氏又将家产便卖并藏在柜子中逃了出来 两人会合后 便来到此地改名换姓 经营起了客栈 后来 算命先生和刘氏受到了律法的严惩 时隔多年 这对恶人终于遭到了报应 还正应了那句话 善恶到头中有报 只盼来早雨来迟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花竹叶新郎遇袭新娘受辱 新郎同学嫌疑大 知县便真凶 大明万历年间 太原有个秀才 兴度民间 族上世代敬商 家财万贯富家一方 可是士农贡商商人地位最低 所以他父亲花重金 请了一位举人叫他读书 他也够争气 考中了秀才 不过终究没能终举 杜尖先有了两个女儿 直到中年才得了一个儿子 许名优美 自小福 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 因此是若珍宝 也花重金聘请名师教儿子读书 杜尖有个妹妹 名叫凤娘 嫁给了县里一位举人 姓卢 名文达 卢家是书香世家 虽然比不上杜尖那么富裕 但也算是中等人家 凤娘为卢文达生了一个女儿 许名慧娟和杜尤美 是同一个月出生的 杜尖的妻子正是 和他的妹妹杜凤娘 相处的跟亲姐妹似的 所以凤娘经常回娘家来看嫂子 对杜尤美视如己出 杜尤美和惠娟从小一起长大 两脚无猜 感情非常好 杜尤美长得面目清秀 杜家又是县里首屈一指的父母 等她到了十三四岁 上门说亲的媒婆 快把她家门槛踏破了 可是杜尤美的母亲正是 全都蜿蜒拒绝 因为她早就看中了 和尤美一起长大的慧娟 心里早就把她当作了 未来儿媳妇 正是找妹妹凤娘商量这事 凤娘也是这魔想的 立即答应 然后回来告诉了卢文达 卢文达觉得两家是亲戚 做儿女亲家不太合适 而且杜家商人出身 和她家结亲 有师叔相门递的体面 因此不愿意答应 凤娘劝道 你为石魔不答应 只需我杜家人嫁到你家 不准你卢家人嫁到我家 我侄子人品财貌都不差 怎么就配不上你的女儿 我已经答应了 女儿的婚事里应有母亲做主 你就不要过问了 卢文达听后大怒 说道 你怎么不讲道理 谷语云 女子三从 在家从父 出嫁从夫 夫死从子 只要我一息尚在 不但女儿的婚事要听我的 即便是你也要听我的 我就是不答应 夫妻两个由此大吵一架 闹得积天互不理睬 以前杜凤娘每次回娘家 都要带上惠娟 出了这时候 卢文达就不让惠娟再到度假去了 偶尔杜尤美登门来看姑父 也不准她和惠娟见面 杜尤美和惠娟轻为竹马 两小无猜 这下现不了面 都非常思念对方 两年之后 两人情斗已开 更恨不能见面 互诉忠常 杜尤美无可奈何 显画师画礼服 太真献净土 亲自在画上提了一首诗 脚快温郎爵士才 风流不厌自未美 三生性欲惊归艳 一笑清晨欲惊台 她找到在卢家做工的老仆人陈姑 给了她二两银子 让她将画和诗悄悄带给了惠娟 惠娟每天思念有美 正不知该怎么找她 见陈姑带了画和诗进来 欣喜万分 立刻念笔在周末也提了一首诗 两地相思两不知 玉台一线荡红丝 老奴纪俩喝难料 情代梁霄却山石 写完之后 惠娘又让陈姑把话带回 杜有美献到这首诗后 欣喜若狂 如获至宝 每天都要一遍又一遍地念 两颗年轻的心相互感应 都发誓今生今世 一定要与对方长相厮守 眼看不能如愿 两人双双病倒 医药忘笑 杜奸夫妻和妹妹凤娘 都知道两个孩子的病根在哪 商量怎么才能让卢文达答应 凤娘道 这个俯卢固执得很 非给她来点狠的不成 哥哥嫂子放心 我自有办法对付她 卢文达只有慧娟这一个女儿 把她当作掌上明珠 现女儿病重 同样忧心忡忡 等凤娘回来 问起杜有美的病情 凤娘怒不可遏 答道 一直卧床不起 你问这个做什么 卢文达叹了口气 说道 我正担心会儿的病 没想到你侄儿也一样 凤娘翻了个白眼 说道一双好儿女 很快就要双双断送 都是因为你 你还有脸问 卢文达问 怎么是因为我 凤娘指住她的鼻子说道 你这俯卢 不是因为你 还能因为谁 他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 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长大后 共生情愫 希望能结尾抗力 永生相守 没想到 遇见你这老蠢物 因为一点成见 非要拆散一对有情人 自从被你拒婚后 他两个就病了 如今病入膏肓 我实在不忍心 看他们走在我前头 这就死在你面前 等到了九泉之下 再撮合他们 永结同好 以偿夙愿 凤娘说完 从袖子里抽出一把 一尺来长的匕首 指住卢文达道 再怎么说 我俩人也相守二十多年了 我先走一步 你好好保重自己吧 卢文达知道 妻子这是在威胁自己 看了半天才慢慢说道 稍安勿躁 我们再商量商量嘛 凤娘道 我心意已决 还有什么好商量的 卢文达道 要是我答应了这桩婚事 你就不寻短线了吗 凤娘孝主说道 要是你答应 两个孩子的病肯定能好 我又何必求死 卢文达摇了摇头 指的说道 你尝夸自己的侄子 文采出众 将来一定能光宗耀族 可我是个俗人 不能让女儿嫁给一个不一 你侄子要是能重秀才举人 我就答应这门婚事 杜凤娘大笑道 这又何不可 我侄儿听到这个好消息 一定会加倍努力读书 考上秀才举人不在话下 卢文达道 那好 你回去请歌嫂来 我们定下契约 只要有美能终局 我立即答应女儿嫁过去 凤娘万分高兴 第二天就把喜讯告诉了歌嫂 杜有美和惠娘听到消息 一天天好了起来 杜有美从此刻苦用功 两年后中了秀才 到省城乡市 又中了举人 还是第五名金魁 接到喜报后 杜凤娘立刻与丈夫商量女儿的婚事 没想到卢文达这时候却说 等到杜有美考中尽是在商量 杜凤娘见她 这是想反悔 立刻气不打一处来 止住她鼻子骂道 中进士谈何容易 你祖上三代考了几十年 也就出了你足书一个进士 你考了二十年 也不过是个举人 我侄子能中举 已经很幸运了 人生能有几次这么幸运 等她中进士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看来你根本就没想答应 我这就回娘家 以后你一个人过吧 卢文达不得已只能答应 杜凤夫妻大喜 立即下聘 为儿子定下了婚期 杜凤家族上都是商人 后来她中了秀才 为了给家里添一些书卷器 花仲金在家里修了一个藏书楼 里面收藏了很多书 附近的学子们经常到她家来借书 杜尤美有十多个同窗好友 经常到她家来借书 其中有两个人和她最识头缘 一个叫周上礼 一个叫维斯珍 堪称莫逆之教 凭着这份关系 周上礼和维斯珍两人经常来她家看书 甚至带着铺盖住在她家的藏书楼上 杜尤美的婚期定在九月下旬 天气已凉 但还不冷 两人又带着铺盖来到她家藏书楼读书 两人读书累了 靠在桌前闲聊 周上礼悄悄对维斯珍说道 尤美和慧娟真是天生一对 如今能缔结连理 真是颇费了一番周折 到了洞房花竹叶 不知道会是怎样的如胶死期 等到了那天 我们两个去听墙根 你说好不好 维斯珍孝主说道 好好 我看她的婚房就在藏书楼下边 我们先藏在楼上 到时候咱俩找机会悄悄下去 就在两人偷偷商量的时候 杜尤美正好来到楼上 在门外听到了他俩的话 停在门前偷笑 琢磨住到了洞房那天 该怎么整治整治这俩家伙 富商杜家公子的婚礼 惊动了附近十里八乡的百姓 大家都来看热闹 新郎骑驻高头大马 一路吹吹打打 把新娘子的大花轿接到路口 杜家则被围得水泄不通 杜家张灯结彩锣鼓喧天 热闹非凡 宾客迎门坐无虚席 个个喜气洋洋 新郎新娘拜了天地 新娘子被送入洞房 留下新郎招呼客人 酒席直到二更天才散 杜尤美来到洞房 让丫鬟们退下 掀开盖头 见新娘子眉目传情 娇俏无媚 内心激动不已 杜尤美正要脱去新郎官府 准备何惠娟诉说忠常 忽然又想起了 前两天周上礼对维斯珍说要来听强跟的话 想看看他们到底要怎么办 于是丢下惠娟 捏手捏脚向葬书楼上走去 这十残月出生 杜尤美来到楼上 看到有一个人正在栏杆前望着远处 知道她一定是周上礼 突然想要吓一下她 于是悄悄摸到她身后 猛然从后面捂住了她的眼睛 周上礼被杜尤美吓得一击灵 急忙转过身来 一把掐住她的喉咙 把她按倒在地 压住她的身子 杜尤美毫无防备 被她牢牢掐住 想喊却喊不出声 想掰开她的手 可因为喘不上气 手上已经没了力气 没多久就失去了知觉 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了 慧娟坐在床尾 命陪驾过来的陈姑出去找热水 准备洗漱更衣 见杜尤美 捏手捏脚地出了门 不明白她要干食磨去 过了一会儿 慧娟听到旁边的藏书楼上有冻结 觉得非常奇怪 见杜尤美没了气息 周上礼把自己的衣服鞋子脱下来 塞到书柜间的缝隙中 将杜尤美的衣服脱下自己穿上 大不留心跑下了楼 周上礼来到洞房 看到新娘子还坐在红纱帐中 先吹灭了屋里所有的灯主 然后抱住慧娟 一句话不说就要求欢 慧娟心想 杜尤美平日里一向彬彬有礼 怎么突然变得这摩粗俗 况且两人好不容易在一起 如今终于心想事成 正想和她好好说说知心话 她缺着魔猴急 心里非常不快 极力抗拒 谁知周上礼觉得一时间不能得手 扯下了慧娟左右手上的金镯子 以及她头上簪子耳环等物 她心里更加惊讶 正巧这时候 陈姑端住热水进来 身后一个丫鬟举住蜡烛照亮 周上礼看到有人进来 急忙捂住脸 夺门而逃 陈姑见新郎跑了出去 都没来得及看清她的脸 吓了一大跳 急忙让丫鬟点上屋里的蜡烛 发现慧娟此时正披头散发气喘吁吁 眼神迷离 神情恍惚 陈姑赶紧问慧娟发生了什么事 慧娟惊惊魂烧顶 把刚才的一切都告诉了她 就在主播两人不明白怎么回事时 忽然听到隔壁的藏书楼上好像有人在喊 慧娟和陈姑被吓得不知所措 等到确信楼上有人在喊 赶紧拿着蜡烛上楼去看 发现杜尤美赤住上身 下身只穿着礼衣倒在楼上 有气无力地喊住 原来刚才她突然被扼住喉咙 一时喘不过气来 周上礼以为她默契了 就放开了她 等过了一会儿 她又缓了过来 这才逃过一劫 此时杜尤美一点力气都没有 连站都站不起来 陈姑赶紧跑下楼取来衣服给她披上 慧娟和陈姑扶住她慢慢走下楼 杜尤美躺在秀塔上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慧娟急忙问她发生了什么 她止住自己的喉咙 白白手示意自己 现在不能说话 慧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赶忙让丫鬟去请公婆来 她知道 不能这样衣衫不整地见公婆 整理好散乱的衣服和头发 然后坐到杜尤美身边 泪如雨下 杜尤夫妻俩得知 儿子这边出事了 立刻赶了过来 见儿子一句话不说 询问慧娟发生了什么 慧娟将刚才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十告诉了公公婆婆 然后和公婆守住丈夫 一直到五更天 杜尤美才慢慢缓过来 把发生的事告诉了父母和妻子 杜尤美觉得平时代周上里不薄 怎么也想不出 她竟然会做出这种事 不过好在 她只是抢走了几件首饰 慧娟没有遭到欺辱 总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杜尤问她两人有没有看清楚对方的脸 到底是不是周上里 杜尤美说当时太黑 莫看清脸 只看到人影 而慧娟和陈姑都不认识周上里 自然也就不能确定就是她 天亮之后 杜尤向下人询问周上里昨晚的行踪 看门的家丁说 昨晚看到她三更半夜穿着短衣和靴子 慌里慌张地跑出了门 十分奇怪 有了看门家丁的见证 杜尤夫妻 杜尤美和慧娟都认为 昨夜确实是周上里无疑 杜尤夫妻觉得周上里可能是喝多了一时糊涂 既然慧娟没有受辱 这又不是什么好事 不宜张扬出去 于是告诫家里的人 绝对不能传出去 家里的下人是不敢说出去 可是慧娟忍不住告诉了母亲 凤娘得知女儿差点受辱 来问哥嫂 杜尤和妻子把事情都告诉了她 还让她也不要外转 凤娘心有不甘 把事情告诉了丈夫 卢文达知道以后 勃然大怒 急匆匆赶到杜家 数落她没有血性 不配为人妇 况且那周上里也算是远近文明的才子 这样的所作所为真算得上是衣冠禽兽 要是现在纵容她 还不知道她以后会干出什么事来 卢文达将杜尖大骂一顿 一纸宿状把她告到了县衙 周上里家也是县里的父护 知县名叫杨德 和她素有交情 见到卢文达地上来的状子后 大吃一惊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赶紧把她找来 将状子拿给她看 周上里看完诉状 吓得大汗淋漓 随即大呼冤枉 周上离止天发誓道 我确实和韦思珍说过要去听墙根 可是那天我喝多了 是韦思珍把我扶到了屋里 之后就睡住了 韦思珍见我醉了 就自己回家了 等我醒来 现她不在 看外面月光皎洁 我也回家了 走到渡家大门前时 还看到她家看门的家丁出来方便 这一切唯思珍都能作证 再说 学生虽然有时候举止轻浮浪当一些 但绝不敢做这种乌人清白 败坏人伦的事 还请明宫明察 杨知县相信 周上里绝做不出这种事 安慰了她积居 就放她回去了 接着又拜托熟人到卢文达面前 为周上里辩解 希望她能撤诉 不予追究 卢文达是为了给女儿讨个公道 当然不愿意撤诉 而且有看门人的正眼 怎么能有假 她认为 杨知县 这是 有意偏袒周上里 便又告到了知府衙门 以求水落石出 知府接到诉状 命杨知县认真追查 周上里那边也让维斯珍出来作证 双方都有证人 又都拿不出关键性的铁证 因此案子辗转千禅一年有余 却一直没有定论 不久以后 杨知县认欺满了 新来的知县信里 明宜 在断案方面颇有建树 远近闻名 陷到这个久托不绝的案子后 反复琢磨仔细思量 几天后 李知县声唐问案 将一干人等全都叫来 挨个仔细询问 李知县寻思良久 突然眼前一亮 心想 不管案犯是不是周上里 杜家席身上的首饰 确实是被人截去了 并且据杜家人说 杜尤美当时是赤住上身倒在楼上 身上的新郎礼服被人脱下 陪嫁的陈姑和丫鬟说 看到有个穿着新郎礼服的人跑了出去 那么 案犯原来的衣服在哪里 总不可能随身带住 肯定是藏在楼上 只要找到案犯原来的衣服 这件案子或许就能水落石出 想到这里 李知县立刻带领牙役来到度假 亲自到藏书楼上搜寻 果然在书柜之间的夹缝里 发现了满是尘土 已经被老鼠咬出破洞的衣服和鞋骂 李知县很快在衣服里 发现了一封信 信上是某某某给一个叫阿奔的人的招读书 李知县立刻向涉案人等询问信上的人都是谁 度假人立刻站出来说 这个阿奔是度有没奶妈的儿子 李知县立刻命人拘拿这个阿奔道牙 稍加审讯 阿奔就招出了事情 案子终于真相大白 同时也证实 周上李确实是冤枉的 度有美的奶妈姓朱 她的儿子名叫阿奔 一向游手好闲 吃喝嫖赌样样来 输了钱就窜进度假偷东西 点当后用来还赌债 度假知道阿奔手脚不干净 顶住看门的千万不要让她溜进来 度有美迎亲那天 来了很多贺喜的亲友 阿奔早就想趁这时候捞一把 于是乘机混了进来 躲到了藏书楼上 阿奔躲在楼上准备趁机下手 不料度有美突然来到 错把她当成了周上李 悄悄从后面捂住了她的眼睛 阿奔被吓得魂飞魄散 以为是被度假的家丁抓到了 转身就掐住了来人的脖子 等到来人不动了 她仔细一看 才发现来人竟然是度有美 这时候阿奔突然产生了一个邪恶的念头 想到此时肯定是新娘子一个人在东方 于是脱下了度有美身上的新郎礼服 溜进了东方 杨知信相信周上李是冤枉的 却不去找寻证据为她证明清白 而是想着怎么把这件案子压下来 反而让双方都陷入困境 真是可笑又可恨 幸亏新来的知现明察秋毫 才最终证明了周上李的清白 并且害了受害者会捐一个公道 遇到案子 不是想着怎么去查个水落石出 却把心思都用在如何遮盖上 说来可笑又可恨 但其实这恐怕是大多数官吏 遇到疑难问题的第一反应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